大家早安 迟了40天 林一华终于正式以副市长头衔 踏进北市府 一早7点40分报道后 马上开工 8点开始就会开与勤会议 那之后呢 待会与勤跟李副 就讨论一下 接着一个越来 然后一些相关的市府的市政推动 那另外就跟市长 就来进行相关的会议 两名副市长未来分工 李四川主管硬体公务 林一华主长阮实力人文面 早八会议结束 就去认识自己督导的局处 周六更要立刻针对 首要任务台湾灯会 接受广播专访 周日灯会开幕 也将亲自出席 行程紧密 但也得面对延迟就任 衍生的正义 迟至今日才辞掉立法委员的工作 已经变相的没收了立法委员补选 一开始当时答应蒋市长的时候 就是跟蒋市长 要跟党团就讲好 就在二月的时候 这其实这段时间呢 我们是把所有在立院里面 原来要做的事情 我们把它完成 做一个贩落 正义不止一桩 龚杜蒙质疑林一华 议领立委薪资 因为立法院搞薪资领取的方式 在年初的时候 公务人员就年初有领 所以这当然我们认为 你根本就没有做事 这当然是必须要还回 但我觉得就苦了这些所谓的 这些我们所谓的公费的助理 立法院和立法院相关的规定 所以当然我们都是按照立法院所的制度来走 所以绝对不会发生随意的状况 强调没有疑虑 对子立院人士是表示 会先给林一华当月整月的薪资 并计算辞职的生肖日 多出来的就得缴回 建议蒋万安以及林一华副市长 应该要将这样的薪资缴回 要不然的话不仅会得不足 我们认为这样的做法 也有很大的瑕疵 一举一动都被放大解释 林一华转换跑道 没有喘息空间 静新闻李嘉强 方伯峰 台湾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